嗨 大家好 这里是报复研究局 我是隔壁过来串门的4号研究员 这两天呀 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说是日本东京的9个火葬场 已经有6个被中国资本控股了 乍一看 你们可能怀疑 这是不是一波原地自嗨 毕竟呀 日本也不是只有6个火葬场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新闻在日本的媒体上 已经用上了悲讯 不安 震惊这样的题词 甚至已经将事件定义为恐怖故事 让日本殡葬行业拒陷后 我就意识到 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根据日媒报道 这6个火葬场都属于东京博善诸实会社 这一家公司 负责着东京都下辖23区内70%的火葬业务 包括日本前首相某安 也是在东京博善下属一家火葬场火葬的 而且东京博善是一家拥有 355亿日元净资产的超级富豪公司 年销售额超过93亿日元 你们可以品一品啊 不是当接盘侠 是中国资本能从日本的地方政府手中 抢下非常赚钱的公共设施行业的股权 是不是有点爽闻那感觉了 那我就比较好奇了 成立了100多年 作为东京第一个私人火葬场的东京博善 怎么就被中国资本给控股了呢 要说这6个火葬场为啥会被中国资本控股 咱们得分别说说 这6个火葬场的运营方 东京博善诸实会社 东京博善的母公司广基堂 和买下广基堂股权的华裔资本家罗一文 这次专方资本控股造成了这么大的震荡 还是因为涉及到的这6家火葬场的东京博善 几乎垄断了东京的火葬业务 在这儿呢 咱们要说两个前提 首先呢 因为殡葬拥有很高的公共利益 在日本呢 绝大部分的火葬场都是属于地方政府运营的公营设施 民营企业很少 所以呢 可差足的空间就少 但是东京博善却是少数运营着日本民营火葬场的企业 拥有200个员工 净资产还有那么355个亿的日元 可以说是不缺钱也不缺市场 而且竞争对手还少 为啥呢 一个很好理解的原因是 建火葬场在哪都算是不吉利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日本 土地呢 大多是私有制 也就是说 居民是有永久产权的 这个话语权就不一样 所以一个土地 没有土地所有人的允许 政府呢 就不能随意征用 即使政府得到了土地的产权 建一个火葬场也会因为影响周围的房价啊 这类的东西 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当然 这儿呢 也不用羡慕 在日本 转让与继承土地 需要先缴纳占市价10%左右的手续费 再根据土地价值 缴纳10%到55%的赠予税 此后 每年还要缴纳0.7%左右的固定资产税 而且还得全额付款 咱们说回来 正是因为新建火葬场很难 日本的火葬场数量 在这十年间 只从4900多座增长到了5100座 增长率不超过4% 但死亡人口 却从2010年的119万 增加到了2020年的137万人 所以 有资源又有市场的东京博善 在资本的竞争中 就有着非常好的市场 而且从2019年7月开始 东京博善 又与每年能举办 1万场以上的葬礼的当地大型殡仪公司 成立了合资公司 合作之后 东京博善禁止其他殡仪馆 发自己公司相关的广告 导致其他殡仪馆和东京博善火葬场 公司表示曾经在东京博善的相关业务 直接下降到零 每月损失差不多3000万日元 为了进一步增加利润 东京博善从2022年6月起 将收取额外火葬费 今年还规定 使用东京博善火葬场时 还必须购买股辉盒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 一个正在获利的企业 怎么会连抛股票 被中国资本控股了呢 说到这儿呀 就要说说东京博善的母公司 日本印刷业界 赫赫有名的广基堂了 这个广基堂 不仅在日本印刷业有名 还涉及房地产开发 戈尔夫球场管理 听听 都是来钱的活儿 1984年 一直从事出版和戈尔夫球管理的广基堂 开始收购东京博善部分股份 三年后 广基堂的创始人 英锦一晃 成为了东京博善的董事长 兼代表董事 而英锦一晃 本身也不是一般人 他每年举办的新年联欢会 都往来无白丁 创梭其中的 我简单给大家念两个名字哈 像政界的福田武雄啊 中增根康宏 金融界的长野茂雄这些大佬 包括在建设戈尔夫球场 因为另一伙人 已经买下了一部分土地 制造了麻烦 也是小一先生出面解决的 但咱们也得说 小一先生为火造行业的现代化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拆除烟囱 安装自动扶梯 建造花园喷泉 到2000年 旗下所有的火葬场都完成了重建 可以说 东京博善能赢得市场 和他用钱砸出来的装修和服务 是分不开的 根据某区参观的团队描述 整个环境没有一点意味 通风系统非常好 火葬炉设备 全部按照环保流程进行了处理 在当时呢 用一位前广基堂员工的话就是 公司的很多利益 都是由殷景先生促成的 但是在殷景先生去世后 公司就变成了一家普通的公司 2004年殷景一黄去世后 广基堂由于没有快速抓住 在数字化媒体的转型时代 主营业务印刷业下滑 推出电子书销售平台销量不佳 即使引进大型高气印刷机等新业务 也都没有挽回颓势 股价呢 也一度低到400日元以下 部分股票由前妻的女儿 出售给HIS的创始人 泽田先生 在这之后 很多公司都想收购广基堂 但是在两次的收购风云中 广基堂都没有被卖出去 一开始贝恩资本打算收购 但失败了 遭到了泽田 雷诺和已故创始人的妻子 殷景美慧 三方持股比例总和 达到33.77%的集团反对 咱们大概的总结一下 当时的媒体和大佬们 分析贝恩收购失败经验就是 钱少 事多 心眼还多 为啥这么说呢 贝恩当时给出的要约价格 是610日元 虽然比前三个月的平均股价 都要高40%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 广基堂的股价就来了几个涨幅 超过了贝恩给的价格 很明显 市场的韭菜们都觉得你给的少了呗 那为什么都超过了平均股价 还是觉得不满足呢 相关市场人士就表示 人家有资源好 收入稳定 未来期望值高 能干大事的东京博善啊 感觉有没有很熟悉 眼看着贝恩的收购不顺利 拥有5.83%股份 由村上先生领导的Reno 也加入了战局 贝恩给到了一股700日元 Reno的共同所有人 南青山不动产给到了750 大家可能对这个新来的比较陌生 咱们刚刚提到的雷诺的股份中 就包括与南青山共同持有的 结果最后两家都没成功 在这样的收购风云中 一件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注意 但后来被人翻出来 越想越让人觉得有猫腻的事 因为收购而召开的股东大会中 还伴随着4名新董事 和2名审计师的更换 相当于换掉了 广基堂管理层一大半的人 各方势力都在推选自己的人 比如据说积极推动贝恩收购的 小林秀和和大曲深知继续留任 反对贝恩的忠实义夫 成为了外部董事 后面杨子律师 原本是Reno的律师 在这样同床异梦的管理层更迭中 唯独被任命为 外部董事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松泽润先生 不知道是谁推荐的 这儿呢画一下重点 松先生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后面会考大家记一下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看到的量子细节 各位可以合理的在心里延展一下 比如如果从三井系这边看 我们上面提到的松先生 和广基堂的总裁 图景常义 人力资源经理的小林先生 都曾在三井系公司任职 登金博善还曾经通过三井住友银行 借给广基堂200亿日元的贷款 再比如 松先生担任社长的亚门控股 不仅和广基堂一样 都活跃在高尔夫和度假村等房地产行业 还在早期就已经收购了广基堂的股份 并在后来逐渐成为了大股东 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下 松先生的另一个背景 反而在当时呢 算不上他起眼 就是从2017年9月到2018年5月左右 在LUX担任企划部总经理 而这个LUX的会长 正是后面我们要提到的中国企业家罗依文 咱们先说回来啊 其实贝恩和Reno收购失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殷景美惠想把账户留下来的印刷业务 出版业务 火葬厂业务都继续下去 想维持上市 但如果被基金类型的公司收购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被卖了 所以他后来相中了个性和洞察力非常好 能够支持公司新管理团队改革 在日本活跃了30年的中国实业家罗依文 这个罗依文有哪些过人的地方 可以拿下这个东京第一个私人火葬厂呢 说起这个罗依文 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 所以咱们就叫他小罗 中国资本能够控股日本火葬厂 跟小罗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 实业家小罗绝对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不搞基金做多做空那一套 中国资本控股日本火葬厂 并不是他第一次让日本商界巨阵 89年他来到日本的时候 还一句日语都不会说 但三年之后 小罗就在日本创办了中文书店 发行中文打爆了 那会儿小罗甚至大学都还没毕业 在纸媒衰退的时代 在日本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产业 感到惊天没倒 06年小罗又创立了 现在的日本观光免税诸事会社 成为社长之后 又在09年完成了一个轰动 日本商界的事件 以中国民营企业收购日本知名上市公司 促成并参与中国苏宁易购集团 对日本著名老牌家电 Lux诸事会社的收购 对就是松泽润担任企划部总经理的那个Lux 小罗出资并入股成为新任社长后 负责拓展入境消费 其实当时Lux的经营已经不太好了 鼎盛时期超过2100亿日元的年销售额 当时已经不到500亿了 还记得15年那会儿 中国游客疯狂地从日本爆卖电饭包 和电动马桶的事吗 根据日本观光厅当时的数据统计 2015年 访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约500万人 人均消费都超过了17万日元的中国游客 给日本企业都看傻了 各大免税店 包括小罗的免税店都数钱数到手抽筋 随着爆卖成为当年的流行词 乐口市发布的2015年业绩报告 净利润81日元 和去年比直接翻了6.5倍 咱们可以回看小罗这30年设计的领域 文化 旅游 消费都走在了风口前面 可以说是非常有商业洞察力 在新冠疫情冲击了日本旅游业 或是Lux关闭了12家店铺 而老龄化的社会正在为殡葬行业加注筹码 小罗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东京博善 2019年7月 广基堂将东京博善收购为全资子公司 当时是有附加条件的 包括尊重东京博善的管理 让火葬场业务成为广基堂的核心业务 更重要的是 广基堂未来10年不会出售东京博善 而面对众多只是想把火葬业务当噱头变现 喜欢玩弄经济的基金公司和利益集团 在日本做了30年实业 熟悉文化消费的小罗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2019年7月 泽田和殷景陆续把自己的股份 以每股750日元卖给了罗一文的相关集团 此时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 小罗被标识为广基堂创始人信任的华商 所以在去年 麻生集团抛售的股份 也被小罗的公司接手后 罗一文空股的两家公司合计 拥有了广基堂25%以上的股份 今年1月 广基堂又对小罗关联的一家投资公司 实施了第三方配股 这里的第三方配股指的是公司董事会 等有友好关系的特定人派发认购权利 可以从侧面代表咱们小罗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错 东京火葬场 江山易主 易主之后有人猜测 中国资本收购东京博善 是小罗想要用广基堂旗下火葬场所拥有的 超高温商链 但几乎不会产生有害烟雾的技术 帮助中国火葬事业 向环境友好型模式转型升级 环境有多友好咱们还尚不清楚 但是火葬行业竞争激烈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日本多死社会走不出的困境 从1990年日本经济崩溃后 吹起了经济泡沫 让人们生活的信心 在失落的30年间逐渐厚移 从折居到躺平 从老龄到少子 社会经济活力下降 让死亡经济这个人生最后的购物 也卷了起来 网上开始出现预定葬礼 需要排10天堆的火葬难民故事 粉顿不够成为热门话题 当宇热中心的山东曹县 包揽了日本市场上90%的灌木 中国福建惠安 控制着日本国内9成以上的墓碑市场份额后 日本火葬场被中国资本收购 关于死亡的经济 成为了生存最骨感的写真